炎热的午后进入百货商场不但能逛街购物消费还能享受清凉 不过在4月店家调整 加上今年1月心肩离风时间店家的时间带往后延 包括百货、旅馆及医院等长时间进行空调照明的营业场所成本也随之增加 有百货业者就预估尖风时段最多恐增加20% 调整店家当然对这个店家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那应该有调整店家像尖风用电这个差的 我们的店费也有20%以上的一个支出 对此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方面特别举办第二次大用电户座谈会 邀请夜间时段有负载用电的高压用户 包含百货、旅馆及医院等用户代表举办座谈会 说明新间离封时间店家新旧时间带的差异 以及4月起实施的新店家表 并提供相关配套措施 辅导大用电户选用合适的方式降低用电 4月份有一个新店家的一个调整 那大用户调整的幅度确实比以前多了一点 那当然是我们必须要让用户能够符合这个 新时间带的调整也有移动 所以我们必须让用户很清楚的了解 然后来根据他的用电形态 然后做最四行的一个调配以后 能达到他店家最省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针对大用户 今天办的是第二场 那医院百货旅馆这三大的用户 那这最主要是 这今年开始大量的太阳能发电来加入系统 白天我们供电是非常充裕的 那随着这个晚上这个太阳渐渐消失 我们要用到其他这个机组的时候 那需要一些用户来配合 调整这个时间带 那也能够达到静零减碳的这个目的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处长张建川也建议 大用户可以从空调及照明等方向着手改善 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最主要是根据用电形态 比如说这个空调用电量比较大 那是不是空调如果是大型的机组 如果时间久了是不是太放高效能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配合他的人流的控制 有一些调节的措施 甚至说有一些温度可以适度再调高一点 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温度没有那么热 那这个可以省下很多队 那照明也是这个其中的之一 那现在那个LED的照明效率高很多 那可能他们过去没有全面的去台湾LED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盘点一下 那至于说我们地下室的通风啊 停車上有通风 事实上如果到晚上是不是可以减半来开启 那尤其到6点到8点这段时间开启 我想对他这个尖锋的 因为晚上都是尖锋的店价 对他店价节省会有很大的帮助 配合今年4月起店价调整 台电北市区处除了设立新店价咨询窗口 在座谈会中还仿效餐饮业寄出了桌边服务 针对用户所提出的问题 面对面进行沟通和解说 希望协助用电大户聪明用电节省成本 也能促使再生人员发展 共创三营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